今天凌晨5点钟 突然之间下令上海封城 上海封城冲击到整个台湾供应链 到底上海突袭式的封城 影响到哪些产业 台湾有哪些产业受到影响 第一个担心的当然是我们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在上海有个松江厂 这是一个八寸厂 对 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台积电他有说影响不大 那这土架确实大跌 它其实是八寸厂也影响不大 不过台积电过去的印象 它就是外资的提款机 如果大跌的时候 一开盘跌200跌300的话 大家就想这可能就是提款外资在卖 所以一开盘的话 等于说这样跌就跌14块 其实因为它在这个松江厂 虽然是八寸厂 不过还蛮会赚钱的 赚86亿 所以台积电我觉得还是外资的提款机 那日夜光今天大家就很紧张了 我们看日夜光的K线图 看去年大概9月10月左右 那时候的K线图 因为去年9月10月的时候 我们把它缩小 看到去年9月10月的时候 去年9月的时候 那时候也有限电 很多台湾的印刷电路板厂都有跌 但是跌幅不到 只有日夜光的话 从那时候说我确实停工 从那时候就一直跌 跌很深 所以大家就怕就说这一次 是不是日夜光会不会也像以前这样 那我们再回来刚才这个 今天还是有点跌 不过没有像上次跌那么凶 那另外像所谓的 我们要担心的 除了台积电之外应该是合金 对 合金接股价也比较弱 对 合金主要是因为 它朝报表公布的时候的话 是不如意期的 其实它是财报连续两天的一个影响 其实现在细心炎的话 还是在涨价 所以它基本面是比较没有问题 它认为是有一点影响 但是影响不是很大 所以它现在也是集合起来 就是说尽量自住在公司的话 所以员工三四百人 整天都在公司里面 就不让他们出去 所以原则上的话 它目前未来在上海的一个生产 比较没有问题 现在大陆的问题是比较大 像中兴它是晶圆太空 它这边如果生产不顺的话 封测都是在深圳跟东莞 这边如果一不顺 没办法提供芯片的话 东莞跟深圳整个就完蛋了 因为那边的封测没有 晶片可以做封测 所以这其实目前看起来 中兴还有华红半导体 会对于整个所谓的 中国的半导体的一个链的话 会产生很大的充填 所以影响最大其实是 中兴和华红半导体 这是在半导体的部分 上海封城其实也影响到昆山 我们知道昆山是台商的重镇 所以在昆山里头产业就多了 对 昆山太重要了 因为台湾百大制造业 有七四个在这里 你看有的大不大 伪状 核塑 维新的话 人保 这些都是大公司 其实我是觉得说 我们现在比较观察的是 像星星这一种 我们在打他去年所谓的 这个八九十月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 去年八九月时候的时候的话 你可以发现也是因为限电 它也有跌 但是跌完之后 它一路往上涨 跟蓝电一路往上涨 因为窄板的景气很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在想着说 这一波如果这样下来的话 是不是窄板的最佳买点 因为上次限电的时候 它确实有跌 但跌幅不到 但是一反弹的时候 真的是最佳买点 所以我们再回到 刚才这个表里面 不过我觉得昆山厂 现在影响比较大的话就是 它虽然到上海有18个通道 全部被堵掉了 全部被堵掉 所以要弄到上海的 这个所谓的港口的话 就是出货变得很困难 很困难 因为那边港口也塞港 也涨价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现在最怕的话 就是苏州昆山厂对台湾最重要 现在上海封城的话 这些能不能顺利 能够送到上海港 现在是在想这个问题 他们之前也有提议就是说 不能集中在上海港 应该在江苏的南部的话 在设一个港口的话 分散的话可能会稍微比较好一点 这边的部分的话 我们倒是要持续观察 好 所以怎么看封城概念国呢 就是在上海以及昆山 这一次风尘会影响到这些厂商 我到底应该站在卖方吗 还是持续做观察 对 我想这个金星的话 才能拉长停 所以说我是所谓的电池管理系统 现在电池的话 现在的话是产量非常大 因为电动车今年 他目前为止 以前去年特斯拉的话 第一季卖18万台 今年第一季卖42万台 所以现在电动车因为油价大涨 电动车大卖 所以我觉得电动车的族群的话 还是不错了 包括像金星的话 今天一开盘的话 拆连拉长 所以这样的个股就不要乱卖 这就不要乱卖 这个的话都还不错 但是刚才蔡总也讲了 这个所谓的 这个苹果的手机开始在砍单了 一砍就砍11% 尤其是中低阶的SE系列像核硕 它是比较属于中低阶的部分 那你可以发现它就比较弱 或者是像伪创的部分也比较弱 那还有些公司的话是什么呢 是它的比重 比如说它在昆山的比重 在它整个营收90% 汉语博就很高 比重太高的要小心 太高了 那这种就要卖了 这个就要小心一点 它是NB的印刷电路板 但是有些像蓝电或星星 因为以前每次跌就是一个买点 这个我们就要密切观察 或许 蓝电不一定要卖 但汉语博最好先避害 对…这个反而是早买一点 因为上次的话是早买一点 另外我是觉得最近的话 像所谓的新唐4919的新唐 还有所谓的这一个这类型股票 都是所谓的电动车的概念 是电子管理系统 之前我们报告的时候 现在都涨到192 所以我觉得还有5425的台办 这些都是所谓电动车的 公立半导体的部分 MOSFET也是在创新高 所以我觉得说其实这一次 应该电动车的影响不大 电动车的相关族群的话 或是也值得我们去观察 比如说这个墙帽 它股价的话是比较没涨 但是它TESLA的产能的话不怕停工 第一季的营收是逆势成长16% 所以测用半导体看好 所以原则上如果突破102块的压力的话 一般空间就稍微会比较大一点 好 但是我们回到公格来看 这一次的上海封城 我们再往前来看 其中面板厂有一档 值得关注的是友达 最主要是因为友达在今天公布了 它的配息政策是配1块钱 去年赚6块4只配1块钱 当然大家会觉得他非常的小气 特别是他也学了 长荣和国具做了减资20%的动作 投资人必须拿他的两百股 去换2块钱的减资 所以今天外资卖超第一名的友达 我们是不是也要跟进卖出 认为也要卖友达的 请给圈 请举牌 这也是在这一次的上海封城 影响到的相关个股 1234 5票都说 把它又打给卖了吧 来 陈妍 其实基本上面板 你没有再有去年的 那个大尺寸的利多 居家这个上班这些 我觉得就没有了 那些大家都知道 因为现在这种 从长龙这一次的例子 大家知道你看到这种 简直的这种 就不爽 就不爽 这已经无关它的价格 就是大家的心里面 我是觉得 蔡总 很不爽吗 面板的景气可能不好 不是 但是他配1块钱 也太过分了吧 他全6块钱 他就是知道 明年可能景气会很不好 所以900多亿的股本 减了2成 所以他只配1块钱 告诉你明年就是很糟 对 应该是这样 明年会EPS会更定 就是我不因为它很小气而卖 所以我简直把EPS撑住 好 我就算不是因为它很小气而卖 面对未来景气很糟 这件事我们也应该要卖 所以难怪外资在今天卖 友达卖超第一名 都掉他了 然后 第一名 中阶 陪